这次呢 敏惠芬也专程从上海到北京参加恩师60年舞台生涯的演出活动 代表民族契乐演奏家们向李穆良先生表达他们的美好心愿和崇高的敬意 下面 敏惠芬将为大家用二胡来演奏经济卧龙吊校 卧龙吊校是三国时期的故事 说的是周瑜归天之后 诸葛亮前去吊校 用自己真诚的道词悼念了周瑜的伟大策略 表达了自己悲痛的心情 同时 因为有了这次悼念活动才消除了东吴方面对诸葛亮的仇恨 这段演奏是根据闫居鹏先生的演唱移植的 下面请大家欣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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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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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her Harp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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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her Har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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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